接着我再博 我再博 我再博 体育CAT的朋友 多谢大家一直支持 最近我做得到 側眼堕商的支持 就是Mini Challenge 和你亚洲的挑战菜 送了几十元底粉给我们 办法很简单 只要在我们影片下面的留言 就留意 还有在Facebook上 订阅我们订阅的订阅 就有机会得到奖 结果抽奖之后 就会通知大家 联络之后就得到奖 年新的用户 一样有机会 就是得到奖 先喝一口 体育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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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订阅下面的红色 不用订阅 麻烦 谢谢 有兴趣 年龄只是一个规条 不要想自己公开考试成绩是如何 我现在读什么院校 我现在读什么科 这些全部都不是重要的 我相信 因为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你只要肯学 你一定学到的 最怕你不肯学 有兴趣是最大的 有兴趣就可以了 到时 到十一月左右 十二月初的时候 可能大家 留意一下我们的一些宣传 报名的办法都很简单 你下载了一张设计 告诉我你的接触 我们会有社工 因为我这个设计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为一些社工 和我一起做 希望照顾到一些学员 不单只是学做体育传媒 而是照顾到你的 心智的成长 这个才是更长远 所以我们会收到你的报名表之后 逢是收到报名表的人 我们都会约大家见面 每一期大概有多少学生 我大概定一个数是40人 但是多过40人 或者少过40人 一些都出现过 就视乎我们在见面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panel 是否找到一班都是合适 我不会为了填够数 去填够这个人 如果不足够 我们想找的人 就少一些 如果有更多 超过我预期的 就辛苦一些 收到一些 所以大概 这当是40人上下的一班 因为如果有太多人 其实教育学的效果就没有了 其实你满不满意过去 这么多年的成绩 大致上是可以说 比我预期中满意的 是的 因为那些 学员他们的 心态上 至少部分 我们仍然保持有联系的 都有不少于三分一的 不业旁边的 就是一直保持有情的 有好的关系 我看着他们的成长 从读书读完书 然后现在 开始有几个结婚了 最快一个 做了爸爸的儿子 两三岁大了 看着他们的成长 很有趣的 尤其是我跟你 都是爸爸一辈 看到最大的回报 莫过于看到那些 年轻人长进 嗯 那这部分呢 我觉得他们做得好 不过与此同时呢 那你也会遇到一些 就是 是 有的 或者会令你吻 激死你 明知有兴奋的 他又不做 那些罪恨的那种 不过呢 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 你初初吻他 不过呢 你醒完他之后呢 你见到他改进的 你个个回报相会 是 那这个也是 对我们来说 呃 没什么求的了 就是求希望你 做一个好人 是 希望你做一个有 上进心的人 还有对那个行业专业 这个对 未来我们的行业 发展其实都很重要的 是 我想我们经常都在说 就是 传统的电视的世界 就是我和阿罗出生的世界 是 但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了 新媒体啊 很多东西的嘛 那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 我们其实都说不到的 就是靠现在 年轻的一班 自己去创众 是 是 由第一届 我还敦起一个款 我有些可以教一些同学 到现在我跟他们说 都说 其实我不是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你们 因为我们那些东西都勾了 是 我只不过希望 传达一个 态度 给你们 一个路线 一个路线 一个态度 那未来 你们开创新的世界 我们说的都是 那些旧市 那些古市 那些已经是以前的东西了 是啊 好像我们刚才说 和我们今天 情商到一个 资深我们很尊重的 老爷 老爷 大到 杨幼祥 都说 现在的相机 现在的器材 和以前 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实在 不止那些器材 概念 市场的大环境 都变了很多 这些青年训练 还有一件事 你又比我多了 不是吧 有那么多东西 太多东西 你写书 金牌背后 我 我是很坏的 我个人是屎盔 我出书 就一定有钱 你有钱给我 我就怎么写都可以 但是你叫我自己去写 我百分百不会 因为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你不是啊 你有动力就写一本书 这个很佩服 不是说笑 真的很佩服 我喜欢写字 就是真的 所以 以前 我没有想过做 电子传媒 是 我读书的时候 一直想着我做报纸 一直想着我做文字记者 所以我就喜欢写字 结果 都有一些心愿 因为我又觉得香港 喜欢看体育的人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的体育文化 是很薄弱 没错 不同美国 亦都不同国内 我们看体育 很多时候都是看明星 看胜负 还有一样 赌博 再不错 就算不是呢 就看运动员背后的八卦 是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我觉得如果 我能够将它写下 可以令大家的认识 有些帮助 我又很乐意去做的 还有呢 我是衰的 我又不太懂计算钱的 所以 我就衰的 所以这件事 但是结果呢 虽然呢 不是很多收入而已 不过都有些版税收的 那本书出了十年之后 我还收到那些版税 哇 挺好的 我记得啦 起码一本书 金牌背后 那你也要签个名字给我啊 大哥 值得留念啊 那是第一本 那后来 还有做过 还有两三年书 哇 你真是很厉害啊 不过做过呢 又学到东西 接着我就停了 为什么 因为我回头看呢 我觉得 我为了太有兴趣 想完成这个生活 做得不够仔细 就是始终创 所以不搞了 我就说 如果我再要写的话 再组织 再组织一下 我用一个 就是要求再 可以说提高一点的 的水平 才再组了 那写了书 就是很开心的东西 是 那也打算再出一本书 那 小朋友 你也说 用了很多时间去陪他们 其实有没有想过 小朋友做回自己行业 我们的父子 或者我们家里的 那个默契 就是在于 我们父母 不会去框子的 所以他从小到大 绝大部分的决定 包括他喜欢读那间幼稚园呢 我们都给他选择 到他去到大学 他喜欢读哪间大学 喜欢读哪间科 我们都没有特定的要求 或者告诉他 哪个好哪个好 所以你说 他会不会 喜欢做传媒 甚至体育传媒呢 我没有告诉他 如果他感觉有兴趣 你就试一下 而且我经常觉得 人是可以转弯的 又不是你选择了一次之后 就没有转弯 你试一下 不弯就 转弯 年轻而已 所以我又不敢回答你 他会不会想做 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过他 如果他说 有兴趣做 如果我的条件去到我之下 我便提供一些机会 他去尝试一下 不然他有 别样的兴趣 你就试别样的 对我来说 我都是一样 那两个字 就叫做支持 支持 那跟子女的关系是这样的 跟年轻的运动员的关系 怎样呢 因为体育院做了很长时间 一定跟年轻的球员 都有一定的关系 我离开了体育院十几年 现在很年轻的那班 其实我不熟悉的了 对 不熟悉的了 就是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了 因为我会看他们比赛 拿成绩 如果说 跟 同期那班 在我同期那班 有足球员 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武术 华兰风帆 碧球 那些都有 那 我觉得我跟他们 虽然 其实 不同的世界 因为运动员 和非运动员 生活是很不同的 但是由于我的兴趣很大 所以 我和运动员 是不受话题的 我就知道他们的近况是怎样的 于是 攀谈起来 就容易很多 那 到大家建立了一个 溝通的关系之后 那我也很开心 就是 我想 不少运动员 都 跟着 慢慢大家的 溝通交流 就不再限于 体育 那有时 家里的生活 很多时 是当他退役 或者是 专业的时候 很多时都会 问一下我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可以提醒他 那这个都是我觉得 很好的收获 就是不是一个工作 而是 都赢到 可以赚到一份友谊